绚丽繁华的现代城市 宛如在海陆之上 起造一座永恒不灭的银河 像是与日月争宠般璀璨辉煌 人们努力着 让这座安身立命的城市 闪耀出快乐的光芒 然而 太阳底下的世界 谁家不是 悲欢离合 沧桑变异的呢 倒是在这城市的近郊 有一处青森幽静的山林 林间隐约有座寺院 长长的廊前 桃花开得简静 眼下燕子双飞 不知是谁 吹来一缕幽长的笛声 更衬托得眼前 景物粒粒分明 在日光灰映下 这儿的一瓦一幕 仿佛都要说起法来 李济云 县国居民 教学为先 古圣先王 教化师舍 无不以 伦理 道德 因果三者为 教育纲领 实质末法 因果教育 更为制要 印祖 必生印证经典 特众 因果 盖由 伦理 道德 教育 许 深明 因果者 方能 信得 贴切 行得 透彻 纵直 高明 厚力 义 无 动摇 故 请周安氏先生云 人人深信因果 天下大智之道也 人人不信因果 天下大乱之道也 二十五时 便是因果报应之见证 今有警官 黄柏林先生 悲悯 现代社会大众 不是因果 造作诸恶 乃用心采解 数十年来 新闻报道 凡属因果报应 事实者 均配合原文 细心 罗列阐述 人 时 地 事 历然可考 有缘 读之者 无不 触然 提醒 幡然 回头 事案 实为 旧事 绝民之 难得 参考 资料 主 于 为序 亦不 感辞 仅 略述 因游 愿与我 同轮 共学 共勉 缘起 玉利宝钞 为因果教育最直指人心之经典 由掌管天地人三界之尊 玉皇上帝颁布公开 是最生活化最完整的修行基础法典 今有玉皇上帝信众 佛教善男子 三龙菩萨弟子发愿以动画重现世人 一例世人方便快速明白玉利宝钞内文 承蒙台湾八处玉利慈悲应允 历时三年经历种种艰辛 于公元2015年3月5日 终于重现玉利宝钞 特此感恩 高雄凤山天宫庙 台南开机玉皇宫 台北木炸指南宫 新竹天宫坛 宜兰大理天宫庙 台中沙鹿玉皇殿 屏东玉皇宫 高雄白玉宫 诸位玉皇上帝慈悲护佑 方承此志 玉利经典奥义庙 英国天理在凡响 世人多迷不明道 屡屡执着闻名利 彩色名识多贪图 邪淫妄想绝目哭 众信祈福皆有求 乃何福则不抵过 实善实恶尘缘起 善恶阴阳一念间 修行其有不断饮 行善不知当无求 造福人群立天下 厄运灾祸自远离 无等玉帝皆欢喜 善难信女齐发心 众志成城破阻碍 今有欲力再问世 百般艰辛方承故 有缘见次堪称福 原文重现金人钱 立则天下弥福德 国泰国泰国泰民安风雨祥 临于群生道法开 敏乐安道传经典 一读玉力知戒律 二读玉力消善恶 三读玉力明因果 自身行则多寸多 当可断饿积福德 修佛修道修如法 基础卖力皆一致 玉力出世生活法 宝超即是传家宝 地狱景象再目显 众生当名因果浅 经典透极真相还 善恶果报皆有眼 因果报应不遥远 众信当勇善念险 天离音律因果不 千真万确不容赴 行善必得善行果 唯恶必处恶夜行 因果夜报天地寻 丝毫不差随夜行 温暴音 哥哥 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啊 你不是来陪我玩的吗 一如 几天前 我跟同学爬到树上抓小鸟 把鸟窝打翻 两只小鸟就被摔死了 我心里很不安 这几天晚上一直做噩梦 好可怜的小鸟哦 鸟妈妈一定很伤心 哥哥 你真不该这么调皮的 哎哟 我知道做错了嘛 而且同学都笑我说这样会下地狱 我好怕晚上又会做噩梦哦 怎么办啊 一如 真的有地狱吗 我也不知道耶 嗯 没关系 我们去问师傅 他什么都知道 啊 我不敢去见师傅 师傅 哥哥前几天调皮爬到树上抓小鸟 黑小鸟 黑小鸟摔死了 这样会下地狱吗 静明啊 不论是昆虫或小动物 任何的生命我们都应该要爱护尊重 你的调皮 造成其他生命的痛苦 也让自己良心 也让自己良心难安 是不是害人害己呢 如果继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 犯下更多措施 那就会到地狱受苦了 现在 你要真心悔过立即改正 以后不要再犯 才可以弥补这样的顾错 哦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敢再伤害小生命了 嗯 爱护其他生命 也就是爱护自己的生命 在这世间 不论是男女老幼 健康或残疾 任何人做错事或犯罪 都有律法规定可以赎罪 如果遇到大赦或特赦的时候 还可以减免刑罚 甚至有人钻营律法漏洞 掩饰逃脱 可是死后在冥界地狱里 则所有罪性是丝毫不能漏网的 同时并无赦免与赎罪的可能 只有真心悔过 做善事 不再重犯 才可以消罪 抵罪啊 师父 这样听起来 是真的有地狱咯 师父 地狱是什么样子啊 阴间有地狱存在的情形 就像是这世间 有监狱一样的道理 在阳世间犯罪之人 须到监狱服刑 而人死后 一切功过也有因私去判定 许多经典上也都告诉我们 地狱存在的事实 哈 你们认识我身后这尊菩萨吗 我知道 是地藏王菩萨 师父说过地藏菩萨在九云以前就发下大怨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对 他就是发广大怨 要救度地狱众生的地藏菩萨 不仅佛教徒熟知 也为广大民间所礼拜信仰 关于地藏菩萨和地狱景象的描述 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做《玉利宝超》 里面就详细描述了地藏菩萨的悲悦 地狱的情况和因果夜报的关系 玉利宝超 好特别的名字哦 好 你们想知道吗 嗯 在宋仁宗太平年间 一位叫做弹蚩的修道人 这一天他独自登高游览 在恍惚之间见到一座石碑 碑上以传书名科五十六个字 大道无为 清净一身 六道众生皆因妄成 愿望造业 善恶忧分 因果不爽 毫离分明 心念才动 夜象已行 人虽不见 神鬼早明 五位暗示 果报难顿 忽然他又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朱红色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 出生入死 四个字 正在观看时 一位亲衣使者将他从脚门拉进去 来到朱红色的台阶上参拜 拜后 褪力皆下 原来是十殿阎君 带着各鬼叛来到殿亭中 向主宰殷司的丰都大地祝寿 慈悲的地藏王菩萨 发愿救度所有阴间的鬼魂 在与殷司诸神研议后 恩准所有鬼魂在世虽曾犯错 如果真诚忏悔 改过 则所有罪业可以从宽抵罪 免于受诸苦刑 此项恩典 诸神已经汇集 奏达玉皇大帝 玉帝将旨 篡其记载于玉吏之中 施恩通行下界 各尊奔行 但是 此玉吏自从颁发本殿以来 为遇到有德行的人可以托付 现在阶下的但词修行者 很可以托付于他 洪传于世人 既然已找到人 叛利 请快将玉吏与诸神的语录 散谢成书 于是玉吏便借由但词道人流传到人间来 后来但词道人在四川云游时 遇见有缘的弟子 雾迷道人 但词见他向来有劝人行善的心意 就将玉吏转寿于他 并嘱咐他将玉吏尽速传抄行事 雾迷道人听闻诗讯后 跪接此书 但词随即承道而去 雾迷道人就秉持诗讯 不断地抄路玉吏赠人 以劝诗人悔改罪业 回心向善 还好有蛋吃道人和雾迷道人这样有德性的人 才能到音司将玉吏传抄下来 哦 所以玉吏宝抄的内容是真实的咯 当然是真实的 世间的善书少有如此好的 此书不但有智慧的人阅读后 可以有完全不同的险误 即使一般人听闻其中的道理 也可以产生更加敬慎的德性 进而忏悔于以往的过错 难得今天因缘俱足 也来了这么多人都对这部经典有兴趣 好 就让我们来看看玉吏宝抄的内容吧 相信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利益 教化幽民界众生的地藏王菩萨 在他圣诞的那天 十殿阎王汉明界的神明 都来合掌礼拜祝贺 我本着慈悲的愿力 要来救度此道的众生 奈何世间的人 行善的太少 作恶的多 这个去了那个来 救度无有了其 看看能运用什么方法 使世人深信因果 忏悔罪性不再造恶 立行诸善事转心向道 才能建立生死轮回 一方面席止地狱的夜阴 另一方面使阴间的众生 借着子孙后代所做的功德 很快得到超生 考察世人善少恶多的原因 不外乎由于邪恶二见之故 邪恶之人一种是执着断见的想法 以为人死之后便一切毁灭 一种是执着常见的想法 误解人永远出生为人 畜生永远出生为畜生 因此自私自利 无所忌惮的行恶 或者将其他众生当作是自然的牺牲品 造成弱肉强食 残杀争夺等恶因恶果 恶贱之人 则为了随顺自己心意 凄昧良心天理 自以而为 倡导许多邪说 教唆盗窃 引诱邪淫 或不信因果 鬼神引导他人进入错误邪恶之境 障碍他人进入良善之地 造成共业的大灾难 现在我们预计 将地狱道中的种种痛苦与恐怖 借着有德行的人 引导他进入阴间 亲眼目睹并记载下来 完成玉力宝钞一书 回到人间广为宣扬 积极地劝话世人 假如有知道过错 诚心忏悔 发誓永不再犯 力行向善的人 尊欲从宽量罪 减少刑罚 或供过乡底 免于罪行 如有奸善天下 推广教化的人 即使曾犯恶行 也将化解前罪 抵免罪行 若仍愚有善功 自然很快地获得福报 若能进一步归一 恭敬佛 法 僧 三宝 精情地修持 则每日二十四小时中 诸佛菩萨必慈家护佑 护法善神 亦必守护 在世时 不受祸害侵犯 寿终 必往生 极乐净土 就这么做 就这么做 善哉 善哉 在八月初三这天 十殿阎王与冥界诸神 又将所拟好的奏意 奏成玉皇大帝 很好 很好 往后各位神明 要仔细检查 假如有人发誓 愿意改过向善 在生时 忏悔改正一件过错 不再触犯 准于赎去两个罪行 假如忏悔改过 例行不犯 多达五件 所有的罪行 一概予以赦免 男子必定 投身福德之地 妇女 可以转为男身 如能改过向善 超过五件的话 还可准其替祖先修复 超度眷属的亡灵 脱离苦恼 你们快快将所奏的各条律法 编撰记载于御历上 通行下界的城皇神 土地神 门神 造神 众神鬼等之道 成敬遵守此旨 一律谨慎 一律谨慎严格的凤行 以上呢 这就是玉帝宝超的元气 原来 十殿阎王与明界诸神 都跟菩萨一样慈悲 都是为我们着想 要我们向善的啊 可是时间过了这么久 玉帝宝超记载的方法 还有效吗 玉皇大帝与明界诸神的慈悲 就像地藏菩萨的怨礼一样 是无穷无尽的 那我以后如果犯错 是不是赶快忏悔就没事了 千万不可以心存这样的念头 经典上也说了 明知故犯是不可被原谅 而且要加重刑罚的 大家除了忏悔 更要行善来提升自己的生命 这样才可以脱离轮回苦海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地狱各殿的情景 与刑罚的阴游 未来我们一起逐渐 会员 请不吝点赞 我为压力 我为了 这个消息 明知故状我要 那么 我被 我被 我被